近些年来 德云社也慢慢摆脱了烂片的局面 德云社人员的演技也被大众认可 剧情方面也不再是一味的搞笑 郭麒麟更是拿到了最佳男演员的角色 而作为德云社一哥的月云鹏 在采访中也透露 不想再演喜剧了 想要演一些证据 今日 郭云鹏就向自己的愿望付诸行动 21日由张艺谋和女儿张默联合指导的电影 狙击手举行了特别放映活动 圈内不少演员受邀观影 其中就有郭云鹏 郭云鹏在谈观影感受时说 他看这部电影非常激动 全程跟个小姑娘似的在哭 电影太好看了 片中有个活到最后的狙击手 一开始爱哭 在目睹战友们包括班长一个个牺牲后 他也成了一名真正强悍的战士 击毙敌人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郭云鹏对这个角色也是感同身受 因为他小时候也是爱哭 总受欺负 他妈告诉他 你爱哭可以 但是不要怕 当你有一天 有能力还手的时候 咱弄他 从此 他打架的时候敢打了 获得了勇气和成长 跨完了电影好看之后 岳云鹏还现场求合作 导演 在游戏用我行吗 我可以像胖堆一样 背多尘我都能演 我不怕死 而且岳云鹏向张艺谋约电影 还有个特别朴实无华的理由 就是说了句 导演 你看看我 我便宜 确实没有一个演员不想和张艺谋合作的 毕竟他是国师 虽然张艺谋今年已经72岁了 但是还没有老 优秀作品很多 而岳云鹏敢公开的向张艺谋约电影 也说明也有这个自信 曾经遇到好剧本的时候 岳云鹏的演技不是也很感人 怎么说也是相声界的顶流 加上时下德云社 也是整个娱乐圈的一块金字招牌 岳云鹏主动约电影 没准张艺谋真会考虑 或者说帮德云社倒一部电影 也不是不可能 粉丝也真挺期待岳云鹏能和张艺谋合作 只是真能合作 不知道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呢